你好,欢迎参加手工皂从零开始的课程 这是第一课,手工皂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制作手工皂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最主要的材料有三个 第一个是油 不管是液态的油,固体的脂肪,蜜蜡等等都算是这一类 第二是碱 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制作固体肥皂 使用的碱是氢氧化钠 所以购买的时候可千万不要买错 最后是水 也可以用其他的液体取代 例如咖啡、茶水、牛奶、甚至是红酒 只要有这三个材料就能够自己制作手工皂了 有了材料之后 要怎么制作手工皂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大致的流程 首先我们要把氢氧化钠加在水里 做成碱水 在适当温度的时候加入油 记得固体的油脂要先加热溶解成液态 这个时候造化反应就开始了 最后就加入自己喜欢的添加物 可以是色料、色粉 还有增添香味的精油或者香精 当然什么都不佳的无添加手工皂也很不错 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搅拌至浓稠 也就是所谓的trace 就可以倒入模型进行保温 经过24小时以上造化反应后 就会得到肥皂 还有甘油 甘油是手工皂最好的副产品 也是手工皂为什么比一般市面贩卖的沐浴用品来得好的原因 有了甘油 手工皂用起来就不会干痒 并且会滋润肌肤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用手工皂之后 就不需要使用昂贵的保养品和乳液了 那那些添加物呢? 别担心 它们都还在 而且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些添加物不会变成肥皂 只是会混在已经做好的肥皂里面 这些不会变成肥皂的添加物 就称为不皂化物 这些就是制作手工皂的大致原理跟流程 你都清楚了吗? 有问题的话欢迎提问 下一课我会介绍自己在家制作手工皂的时候 最后所需要准备的工具 最后所需要准备的工具 在家制作手工皂的时候 最后需要准备的工具 最后需要准备的工具